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佛法分为三个面向 第一就是人与人的关系 人际关系 人与人的互动 人和人的互动跟缘分有关 也是错综复杂 人和人有亲情 有友情 爱情 当然也有所谓的 很多人遇到的婚外情 种种种种 这些不能生疏的远禁 那今天的时间 不可能一一跟大家讲了 在佛法的领域中 是如何去化解这些远禁 但是可以跟大家讲的 就是说一个大原则 这些人和人的互动 一定要广结善缘 不要去结恶缘 有一个年轻人 那就是心情很不好 到寺庙了 就在这个树下 靠在树上 就在那里掉眼泪 摇头叹气 老和尚过去看到他说 年轻人 怎么跑到庙里哭呢 有什么苦讲出来 师父帮你听一听 这个年轻人就告诉他 我论极婚嫁的女朋友 遇到另外一个男的 立刻就跟他好了 就不回头了 这个佛法有解吗 他说佛法可能没办法 帮你找一个女朋友 但是绝对有解 老和尚跟他说 我们每天打坐修禅定 对这个过去 现在未来 都能够观察 特别是 在藏传佛教 有很多的大师 都能深谙因果 所以我帮你观察一下 你跟这女孩子的姻缘 结果这个老和尚就打坐 跟他说 我看到过去一生 这女孩子意外死在沙滩上 你赶时间走过去 看到这女孩子 很不忍心 脱下外套 不想让她曝石荒野 脱下外套 盖在她的身上了 但是由于你赶时间就走了 这个女孩子 这一次来跟你谈恋爱 谈了三年 就是来报你这个恩的 他说 那他为什么 我们都论及婚嫁 这个善缘不能续吗 他为什么看到 另一个男生 跟他走了呢 他说这个故事没完 后来又来一个男的 这个男的 看什么一个女尸 在那里盖着一个外套 觉得心里很不忍 把他抱起来 安葬了 这女孩子要用一生 来报他的恩 所以人和人结缘 这个好缘时间有长短 深浅 不同的动机过程 也将遭感不同的结果 不是说我们结缘 都是应付式的 结一下 后面不用心力 这个事情就不会长久 这个事情 像佛陀 他曾经到一个小国 去弘法了 他到这个国家的时候 带领的僧团 这个国家 从国王大臣 人民百姓 没有一个人搭理他 他说我们需要一些水 一些粮食 请问哪里有房子 可以休息 没有人要回答他 没有人要供养他 任何的资居 那他就说佛陀 那我们是不是在这里挨饿 他们就坐在路边等 坐在路边等 佛陀就说等一下 穆建联会来 佛陀的十大弟子 神通第一的尊者 穆建联尊者会来 他来就解决了 穆建联尊者一来以后 从国王大臣 老百姓 通通都出来 带着很多的饮食 供养来迎接 来接待 顺便接待佛陀的圣团 大家觉得奇怪 佛陀你是他的老师 怎么这些人 不接待你 接待他 他说这过去 跟过去有关 我虽然成佛 我跟这些人 没有结上好缘 我的弟子穆建联 过去他是侨夫 有一窝蜜蜂要盯他 他那时候就发愿 说蜜蜂别盯我 盯我我会病死 我是修行人 我虽然是侨夫 可是我是修行人 将来我成到第一度你们 那蜜蜂好像通人性就走了 不盯他 那些蜜蜂投生当人 以后就是这些国王臣民 一听到穆建联来 他这个人的心灵会相通 特别对他有好感 通通都来迎接他 所以不是说你的身份特别高 或者你特别有权势 财富地位 这些就能豁免的 还是要一步一脚印的去行持 人生在世 人与人的互动关系很多 有一些地雷是不能踩的 有一些事情是不能犯的 否则不是输在起跑点 结局也会不好 第一件事情 老话题 我们跟父母的关系 这种孝心孝行 如果是有忽略 恐怕你连以后的福报都很难得到 所谓有福之人 必是有德之人 德是福的母亲 你想要有福气 想要赚钱 想功成名就 你必须先有德 厉害的人修德 他让你看不出来 所以你自己要去用功 有福之人 必是有德之人 而有德之人 他必是孝顺之人 为什么 百善 孝为先 不孝的人 会影响自己的身体健康 不孝的人 会影响自己的养寿 会影响自己的学业 家庭 还有你工作的升迁 当明星的人 会影响他的心运 你再仔细观察 所以你跟 尤其最起码自己的父母 或者自己的祖辈 你如果有忤逆 或者跟他们有矛盾冲突 这是要赶快去修补的 如果你忽略这一个环节 踩到这个地雷 后面有很多苦头吃 那是你吃亏都不知道的 我们在一个居室 陈先生 他的媚婿 住在台中厚礼 出生 他生了三个小孩都有灾难 他跟我们这个陈居室讲 前两个小孩 两岁不到 都得到恒文肌癌 死掉了 前两个小孩是双胞胎 第三个小孩 现在出生四十八天 在医院高烧不退 也是查不到原因的 那个时候 他透过这个陈居室 跟我当年 在学大圣佛法的一位法师联系 这个法师 也是就是会看因缘 看因果 打电话问他 说后里某某先生小孩 出生高烧四十八天 不退 什么原因 法师怎么回答呢 这个后里的先生 他是非常重的 忤逆不孝罪业 然后上天收回他的小孩了 结果他透过我们一个居室 去问陈先生 这个时候 这个法师指示 你这个面婿非常不孝 第三个小孩也要走了 是什么原因 他说他这个人 他这个媚婿天生长短脚 父母 这个就是父亲早亡 就是长短脚 走路不方便了 他就常常怨恨他母亲 潜一世就认为 这母亲亏待我 没把我生好 母亲大概就是不爱我 才把我生成这样 所以他从来 就不跟母亲讲话的 这母亲对他好不好呢 这陈先生说非常好 栽培他淡江大学毕业 哦 他不好找对象嘛 脚步方便 给他娶一个老婆 然后呢 帮他开一个钟表演进行 给他四百万的周转金 买一个房子给他住 最近又买一个丰田轿车 给他开 可以了吧 当母亲的 当到这样 也不是每一个母亲 都有办法这样了 他这个厚礼的先生 吃饭了 连叫他妈妈说 妈一起吃饭都不愿意 路上遇到这样走过来 连转开就这样走过去 好像这样子 乘一时之快 哦一时之气 给自己招来天前 那他说陈先生问怎么办呢 怎么不能让我妹婿 没有小孩的厥词了 他说这个法师说 只要跪在妈妈面前 说我以前太不孝 以后一定好好行孝 他回去了 还好这个厚礼的先生啊 有善根 他一听到 马上去做 当晚就跟他母亲忏悔 第二天 他儿子就退烧 笑到他 不但能够创造一个人的福德 荣景 他如果是亏损的话 会给自己糟糕很多的灾祸节 如果这个孝顺 大家都修得好 我们现在这个重症患者的病房 患者应该会少掉很多 因为很多都是这种因果病来的 那在嘉义 有一位王老师 王老师是姓天主教 嘉义的高中 那这王老师在这个台中住的地方 他的楼下 住的是我的一个师兄弟 一个女医师 我们密宗叫女 男女都是称师兄师弟 这个女医师她是中山医学院毕业的 那这个 他的邻居 这个王老师 住在楼上 那已经是因病 提早在家休息了 什么病呢 王老师人瘦瘦的 五十几岁 但是这个肚子 就鼓鼓的像一个篮球一样 莫名原因的覆水 然后 他就是带这个王老师 到这个中山医学院 中国医药学院 还有荣总去检查 一样 查不到原因 那他是找我去跟他讲一点佛法 我在很多年前 那他也是 就是说 也是不大能够接受 因为他说他是姓天主的了 那这样好了 那不然呢 我们那个陈医师 我那个师兄弟 就说我帮你 写个单子 问我师父啊 你是什么原因啊 师父给他批个单子 告诉他原因的时候 没有打开 他要开单子的时候 我那个师兄弟跟我讲 他拿着那个单子 手就一直抖 抖 抖 抖半天 然后讲一句话 好像也连续句一样 他说我到死 都不会原谅两个老家伙 他恨他父母亲 上面那个法师 跟他批什么呢 恨父母 朝天前 离开 所以他看了一张一直抖 然后我们又去劝他 那不听 不听有一天 他又找我去 他说 找我去到我那师兄弟的家里 他设一个小佛堂 他特别从楼下下 那肚子已经都 那已经不是篮球了 更大了 那覆水没有办法退 他说我今天来 想说长这段时间来 你们两位很关心我 虽然我们信仰不同 但是呢 我也是 谢谢你们 虽然我这个并没好啊 可是啊 我也想来拜拜你们的 佛祖 他就在那个 我那个师兄弟的家庭佛堂 就在那边 在我们面前 他说怎么拜 就是 顶礼吧 就是手脚 着地人 额头触地 好像是接这个佛祖 这样 诚心诚意就可以了 知识虽然不拜标准 肚子也不方便 他就拜了三拜 他在拜的时候 这个腰这一弯下去 我那一刹那 我就感觉到了 他要走了 他是来道别的 就是好像是 他虽然嘴巴上 没有对他 说要去看他 他父母还在 你看他五六十岁 他父母几岁啊 哎呀 这么老了 都不原谅他们了 结果这样子自己 这个王老师在学校 还是辅导师 还兼任辅导 这个学生的工作 他常常跟 很多的学生 打打闹闹 打成一片的 跟人处得都非常好 唯独恨自己父母 他就后来 没有多久 真的就走了 人生中 这个孝道 一定要维持 一定要去修补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